今天的台湾新农情 带大家到云林刺童 认识一位为了阿公浪子回头 种出十大经典毫米的蔡理谦 从小是阿公的金孙 家里开年米厂 长大不想像长辈种田那么辛苦 年轻时有一段叛逆的岁月 说到我以前 算 如果说起来算是 人家讲的算是 比较不良少年 我也是有 不好的过去 不过阿公走了之后 带给他很大的刺激 以前奉冬 当初 做一些比较不正当的 行业 我们希望说 那也是算过去 但是尽量阿公没了 我已经把那些坏习惯 全部都改过来了 希望说好好的可以 从稻米跟稻谷这一块的话 我要来好好的发展 希望可以照顾 我阿公他们的这些兄弟 还有我们的这些亲戚这些老龙 可以他们有更好的发展 我们要回来哦 对啊 好 种好米 阿公用尽一生的坚持 为了完成阿公的遗愿 蔡里迁扛起了重担 因为阿公在过去年 他常常跟阿公说 以前 我们红田联名工厂 没到过三个金米匠 就以前这个冠军米的全身 他一直有一个心愿 是不是说 我会拿一个十大经典 给他看看 面对一群平均年龄六十几岁的老龙民 刚开始挫折感很高 只能慢慢地搬担 那时候我是完全没有种植物 才会那么压米 来 携到他们这些都有五六十年 经验的这些老龙 要 要来种的时候 那时候 请专家 还是请一些教授来跟他们讲解 要带他们重新来 种植这个水道的时候 遇到的问题是很多 因为他们常常跟我说 我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更多了 你现在要来教我 我经验是对的不对 但是我们在这四年里 我们相信你大家越来越大 当起异化农民 带着近三百个班员往前走 到处观摩上课 用生态农法续养地利 还要成立有机班 十年前我从有机班失败的 但是我十年后 我要从有机班 我要再把它努力地把它做起来 这是我自己做的有机 我没有申请这个有机 但是我自己已经种的 今年是第二期 是无化毁 也是无荣耀 是全部连有机毁掉 都没有的这种道果 我们要来做这个提供 希望说 我们把所有的一些 有的不好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整理起来 我们才可以告诉我们班员 以后我们种有机要怎么做 没有让阿公失望 他们连续两年 拿到了十大经典毫米的荣耀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 我们执行长 那个蔡理谦 跟这个我们班长 和我们班员 大家很努力 今天才能得到这种的成果 我们非常 我非常地欢喜 用阿公的绰号做品牌 延续阿公对米的坚持 美米工厂的要求 也比别人高出一倍 蔡理谦说 除了赢在原料 加工也要赢 站在浊水溪的取水口 阿公曾对他说 假龟既爱拜祝陶 记住阿公的话 他的尖头更重了 除了带着阿公的使命感 要擦亮浊水出毫米的招牌 更是家里的重要支柱 为了五个小孩和班员 蔡理谦只能继续往前拼 再次